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需要为佛陀做按摩时 医生也会为他按摩 但有人说 生病了不用去看医生 只要光靠持咒就可以了 我会跟他们说 两个一起做吧 看医生也持咒 连佛陀都有医生 所以还是要去看病 同时也要持咒 两个都要做 如果可以加上仿生 失食 焉供 利益更多众生 并会好得更快 四 虽然 我们都知道 菩提心 及空振件 是很有利益的 这是很肯定的事情 我们去观修 我们去观修菩提心 的确都会给我们 带来很大的利益 但是 光是观修菩提心 没有去看医生 这样不行 五 如果我们一面观修菩提心 一面去看医生的话 这时候 医生所开给你的药 应该可以产生 比较强的力量 今天 我们生了病 去看医生 看了医生 医生也给了药 这个药 对我们病的痊愈 到底有没有效 其实 靠医生 也要靠我们自己 六 如果今天 医生开给我们药 我们吃了这个药 之所以 这个病能好 原因 是因为过去生 我们曾经累积了 这个病会痊愈的因与福报 所以 靠着医生 也要靠自己 七 同样的道理 今天 虽然 我看了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 也是一个好医生 可是 有可能 我的病 不会因此痊愈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我并没有累积 够 我的病 会痊愈的 这个因 我感谢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福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